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一样 首先说吃穿一概都不讲究 而且这心里边时刻想的就是百姓 所以在民间各地来说都有留庸的传说 独见这个人物是深得人心 我们在做这个节目时候没有拘泥于历史 我们从各地采风搜集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 尤其在这个采风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了这个风土人情太有意思了 正所谓结合不下雨 实里不冲锋 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 各地人理解一件事情不一样 而且各地人对同一件事情的处理 它有不同的表现方法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要账 大伙可能都知道 说这会儿手头不太富 明天打算买什么东西 说这两天飞机便宜 打算买两架飞机 手头没钱怎么办呢 买出借去 你这有钱吗 有钱借点 买飞机去 下成这样了 借钱不容易 有的时候就借着钱了 借着钱之后 当时挺好 可是过些日子你得还账 到还账的时候 各地人表现还是该不一样 怎么呢 举个简单例子 咱们说天津人 天津人是靠在海边 有这么句话说的好 九和夏少天津位 三道福桥两道关 天津人热情豪爽 有时候办事 他很粗犷 有意思 比如说 这个朋友欠他钱了 约定好了 某天某天还 嗯 没还了 又等了几天 还没还钱 这就急了 这下马四呢 欠钱不还呢 能不能呢 找着去 出来了 来到这 啪啪啪 一打门 加油人吧 出来一个 欠债不还 像话吗 你 我可不是好批事 有话好说 怎么就行 知道吗 要不然的话 看见了吗 上头一拳 下头一脚 大话盆 大脑袋 画画流血 打你一眼 阻子疯子 比杨奈五都远 说点黑话 这乌立乔没办法 赶紧出来了 哎 你什么 哎 大哥 这个 对不起您 我是确实是真没办法 我也知道短铃钱该还 这不是倒不下手来吗 这两天孩子又病 上医院看见人家让交五千块钱押金 这会是真拿不出来 我媳妇上他妈那去 实指望说回娘家拆着点吧 他妈也病了 而且没人看着 他哥哥都在外地 没辙了 他跟那守着 我现在真机坏了 这两天手里边蹦子结无 我吃了三天方便面了 哥呀 没别的 您哪 多宽两天吧 这么一说 再瞧要账的这个 当时就憋了 那么回事 看你早说 我不知道你假的借啊 你骂我 借钱不着急 那个我借还有两千块钱 你想拿着画去 过来你再说 这是要账吗 哎 这是一种啊 风土人情的展现 还有这个山西人要账 啊 另一种风格 也有意思 啊 来到这儿 啪啪啪一大门 这主我出来了 一条是他 开个玩笑 怎么呢 欠钱不多 一共啊 就欠了二十块钱 啊 哎呦 您来了啊 这个 抱歉啊 我这两天呢 实在是太忙 啊 也忘了给您送钱去 我忘了 我这个 我给您打了一条来着 我是欠您 三十啊 是三十五啊 这已经高兴了 啊 那个钱不着急 啊 你先花吧 你先花吧 是三十块钱啊 不着急 不着急 回去拿笔 改了 三十块钱 还要过了一个月又来了 啊 啊 这个 那个钱是不是该还了 啊 这有 我又这些人的事多啊 随了几个份子 手头不太宽敞 忘了 我是转年 四十块钱呢 是五十块钱 啊 那个钱不着急啊 你先花吧 你先花吧 是五十块钱 啊 不是快钱 我先乐坏了哈 呗呗直缝 那笔改 还五十 一下两年过去了 马赛见面 这个 你那个钱还花了吧 哎呦 我忘了给您送去 我忘了是三千 那是四千 你不要装着玩了 你就给我二十块钱就行了 啊 那这东北过来了 这叫什么呢 结合不下雨 十里不同风 哎 在这个搜集材料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老百姓对刘庸 还是有很深的感情 那远到东北 什么辽宁一带啊 到现在都有流传着流落锅的故事 可见这个人物是深得民心 要不然的话 他不会替这无辜的老头打抱不平 其实啊 他说的这个旅车上涌路这事 这事里还有事 怎么回事呢 首先说这旅车啊 在涌路上走 没人拦 啊 老头空空气咧咧 他以为呢 他是官府不让走了 不是 他赶着旅车往永路上走 旅车在永路上押 Central 在永路上押出车车来 本来这也是无所谓的事 赶村了 这天呢 来了一大官 那打这裤 一眼瞧在地上 这有车折子印 无意中说了一句 这个是旅车压的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可是在地面上 有这种小头目 负责管这街巷事的 叫什么叫鞋位 鞋位听见了 官可说了 说这是旅车压的 那得了 以后别让旅车走了 就跟看街的说了 瞧瞧 有旅车上来 往下轰 大人说了 说这个不好 其实大人也没提 就他们俩人说的 看街的这小子 外号叫醉得子 您听这名醉得子 本名叫得子 为什么加个醉呢 好喝酒 喝酒喝得凶 一听到晚这俩眼睁不开 睁开了之后 也跟烂潮似 总这么红 手里拿着这鞭子 一尺长的瓣 一尺长的梢 当劲是五尺长的鞭 一共是七尺 什么的 盲皮的 拎着这个 在涌路上 这溜达着 老头 这旅车上了涌路了 来到涌路上 正好醉得子 刚接这信 说这涌路上 让旅车压的 都是车折子 别让上 他这喝着晕得炉当 一抬头 来两个驴车 一挥鞭子 下去 涌路上 不让走 驴车 就说了这么句话 老头的怕官 一听说不让走 赶紧 来着车 就下去了 车下去不要紧 来个小孩 逗这驴 拿小棍 一逗这驴 这驴眼神 一叉一扭头 又上涌路了 老头后面就追 正好醉得子一回头 怎么这么不听话 不让上 你偏上 这是成心的 拿起鞭子来 日撇 抽了老头一鞭子 老头当时打完之后 蒙了 七十不打 八十不骂 虽说他是个孤苦的老头 但没人打他 没挨过这个 一天到晚就一个人 也没人管他 挣多少花多少 乍挨一鞭 当时就愣了 这一愣不要紧 醉得子一仰手 打一大嘴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 打的老头这三叉神经上 耳朵里边只起邪音 稳能半天 这才感觉出来疼 木头领着驴车 下了涌路 越琢磨越委屈 越琢磨越恨的 怎么办 我打这驴吧 这么着 打驴的功夫眼 让刘勇碰去了 才有后边这一幕 刘勇准备 坐在驴车上 上涌路 给他报仇血恨 老头说了 您可答应我了 一鞭子给一百吊 这一百吊在当时来说 能买地是五十亩 不少了 老头心说 我是恨病的吃药 今天我要发笔财 他要说打我一百鞭子 那我就当财主了 挺高兴 来这驴车 驾 蹭蹭蹭 连着三下这驴车 可就上了涌路了 上涌路不要紧 老头满猪喊 谁打我 你们谁拿鞭子抽我 来呀 打我的快来呀 刘勇坐车里想这不像人话 一扒了这链 还我说 你别喊热了 你喊热可没用 你就直接走 我糊涂了 我忘了 大人您坐好了 先闪开 刘勇 刘勇的人在我这车上了 刘勇一听 这别喊 我是私访 别说这个 好嘞 刘的人没在我这车上 那也不用说 不是废话吗 这不是 你就往上走吧 老头真急了 怎么呢 谁说这肉挨不上打 这怎么办呢 来吧 打着驴 边边打着 是直奔涌路上而去 往上走着 真凑巧 这罪得子出来了 刚才打完老头 把老头送走了 回来之后 上鞋位这来报告了 鞋位在哪 永路正当劲 往边上拓宽出去 靠后边 三间房 三间房头里边 拿竹竿汁的 上面有一个白布的棚子 这会鞋位老爷坐在这 闻着这鼻音 正高兴呢 现在闻鼻音的少了 在过去来说 人们都好这个 不管是练武术的也好 还是黎元孩的也好 包括穷苦百姓们 都有好闻这个 说闻这个 越闻 隐越大 讲究主 跟这儿还得闻 抹出一个大蝴蝶来 据说隐大的主 来到鼻音铺 把脑袋往柜台成一哥 咋过去的 一个鼻子眼给我装一包 你说这么大的银 估计也没这话 这是形容 今天 老爷坐在这儿 闻着鼻音 告诉醉得子 你们几人 弄点水 都泼泼 这么热的天 这地上都冒了烟 待会大人打这过 一瞧见是暴吐阳长的 骂你们两句 是你们担着 是我担着 是 老爷您放心 这儿刚摆活干完了 醉得子 拿着鞭子 接着往回溜达 一扭头 走 整瞧这驢车 哼 最得的心说 真有着不要命的 我刚往下轰你 你怎么又来呢 心说行嘞 今儿我要不抽上你 你也改不了 拎着鞭子 可就过来了 老头 老头一瞧你他 哼 老头乐坏了 哼 我可找着你了 你是我的财神爷 怎么呢 他打着我了 我今天就挣钱了 来这驴 我上永路了 对得的心 这不对 这老头气迷心 你疯了 还我说 老头 懂点好歹 刚才告诉你 别上来为你好 下去 下去 下边不好走 还敢降嘴 我告诉你 这上头不是给你预备 上头给我预备什么了 给你预备鞭子了 哈哈 打我 你知道打我的劲吗 我这老头是要抽花 打你怎么着 打我可跪 跪有劲吗 一鞭子 一百吊 拿巴掌打 一巴掌是五十吊 你要是有六指儿 还得给我加钱 要喝 最得的一听 这老头疯了 好大的胆子 好 你接鞭子 鞭子掉过来 一开手 啪 这这一鞭子 老头恨病吃药 生怕打不上 拿着脑门找着鞭子 这儿了 就这一鞭子 整打的正当中 当时一打鞭子 哗 这鞭下来了 老头高兴快 哈哈 一回头冲着车寒 一百吊了 干嘛呀 告诉刘庸 你给我 急事点 一百吊了 刘庸一听 哼 好小子 还真打 刚响到他就听外边 啪 老头乐坏了 二百吊了 刘庸一听 这可坏了 我得赶紧拦着这儿 老头这是犯财迷疯 会打个三十鞭子 五十鞭子 把老头打死也是事 赶紧 一聊着轿链 脉步就出来了 望外一走 最得的手里举着鞭子 夸 扬起来了 正要望下落猛然间 瞧见刘庸了 刘庸跟他四目相对 怎么 干嘛 他认识 每天刘庸从这儿过 那是坐着轿子来 而且他的耳朵眼里都灌满了 知道有一位左都玉石 刘庸留的人 那是玉峰的金锁侯 我没想到他跟这车里坐着 我说这老头怎么这么大的口气 可这鞭子举起来了 我 哎 哎 哈哈哈哈 中套大人 小的 给爷请安的 嘴得子 好啊 早就听说有一个嘴得子 七尺的蒙鞭 你了不起啊 怎么着 今天见了本不堂 难道说你还要打我吗 老爷子 跟你说 吓死小的 我也不敢 嘿嘿 我可告诉你 今天 这驢车 瞧见了吗 赶车这老头 是我跟前 专门啊 给我赶车的把势 你打了他了 咱们俩这事啊 可不算完 哎呦 老爷子 您说这事怎么办 我问你 邪位在哪了 你们这上司跟哪了 我跟您说 看 我们这上司老爷跟官天这了 跟他说一声 就说本不堂我 来了 哎 是您等一会儿 最得的被鞭子也扔了 浑身上下 哆嗦成一个 就跟歇了虎子吃烟带游子似的 真的害怕 怎么呢 这耳朵里都灌满了 又一位留中堂 刚正不饿 什么叫禅臣 哪就贪官 到他跟前 一带活不了 我小小一看街 都敢惹他吗 多里多梭就回来了 邪位大人这会儿啊 还坐在官圈前面的竹棚底下 闻这鼻烟 正高兴呢 觉得不对劲 第六感觉 觉得身后有人 一回头 瞧最得子站在身后 得子 你怎么了 老爷 没事 没事 你这抽风呢 老爷 我冷 你冷 好面的 你冷什么呀 来了 谁来了 驢车来了 驢车来了 你至于这点 不是 这驢车上坐着一个人 坐着谁呀 这人呢 他四十来岁 小瘦脸 后边有一个锣锅 是啊 他姓刘 他叫刘庸 哦 是他呀 得子 给我拿衣裳 满眼老 哦 哦 谢谢大家